花莲新议会对于香榭大道专案会议 八位现议员对于一公里多路段 全段铺上花岗岩石板 部分路段的路面高低落差高达40公分 斜度的坡度约达到9% 以及东侧三角公园前的积水问题 多位议员与相关人员会看下 积水、AC路面以及电线裸露 都有待工程单位进行改善 香榭大道从中程发报以来就争议不断 因为中央香含高度 造成两旁道路倾斜 东侧的三角公园日前也发生积水的情况 多位议员就点出了多项的缺失 那个铺片上会积水 还有那个石板上也有积水 就大家现在看到那个水文 那那个水是不是刚刚因为在浇水 在出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 但是上一次是下雨之后 这边有积水 那那边有积水 是民众跟我们反映 最严重的就是 重庆路以西的路面倾斜 多次会看 仍旧无法解决 对此建设处长就表示 当初的埋涉香含 是依据下游南滨抽水站的水位高层点 往上顺拉 必须有一定的高度 如果香含往下降 会造成逆波回水倒灌的情况 两侧车道 则是顺应民意所设计 原始的设计为3.5公尺宽 是无法路边停车 淹水的问题主要应该是反映三角公园 这个积淹的问题 这个我们就是要用整个铺面 重新调整它的高层去做改善 我想这个我们已经在处理了 那至于这个斜坡的部分 就是一直以来 就是有做说明的 就是因为配合这个两侧的道路要加宽 从原本3米8 3米9 增加到5米4 那所以说两侧的道路 它底下有部分是既有的香含是没办法去做敲除 香含敲除可能涉及到的这个技术层面 跟相关的安全问题也很大 所以说只能做这样子的一个 配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所以才会造成这个斜面 但是这个斜面我们也围起了 这个台湾省土木技师公会去做相关的检测 在我们这样设定30公里的这样束线的情况底下 其实在整个抗青岛耐磨 各方面其实倒是符合藏石行车的标准 而刚铺设好的草皮就有多处的塌陷 电线的裸露更是凸显了游客的安全隐忧 有待县府即刻解决 在这几年这个拨到的问题一直存在 那花年县政府也都无法做任何的改变 那当然今天到现场来县开以后 那解释的部分是说这个香含的宽度的关系 以及我们缩减就是应该是说我们增加我们的安全通道的部分 才导致我们这个斜坡度拉长 那角度也变高 我想这一个部分一般的民众也无法能够接受 那花年县政府作为一个行政单位 那作为一个我们所有工程的监督单位 应该适时的提出可行的方案来解决民众的问题 日出香榭大道全长770公尺 耗资上一元 花年县议会就指出 针对县府此项的工程缺失 将详细进行调查 并要求县府提出合理的交代 以及完成工程缺失的改善 石板底下是香含 所以你要把这个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干脆抓瓶子 把它降下去就好 但是你就会把香含敲掉 就会降到 这个会去动到这个香含 那这个香含它就没办法动的情况底下 所以只能做这样斜的 记者林杰 欢迎是采访报道